今次跟大家讲讲一个90mm的镜头 90mm的镜头是何时用得着呢? 譬如说一个软一点的镜头 你想拉近一点,放大一点的情况之下 远距离 还有可能拍人像 你和我主体要有一个沟通 不要太大的压迫感 但又不要离得太远 这些时候可以用到的 我是M&K镜头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讲讲一个90mm的镜头 90mm其实不是常常用的 但用起来,你没有它也不行 所以很多时候都会选择一些 光圈不是很大 但是要小小 和轻的镜头 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今次跟大家介绍两支镜头 就是大家都是90mm 2.8光圈的镜头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比较细枝和轻小的 第一支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支肥狗 首先你不要问我 为什么这支是肥狗 等会跟大家去讲一讲 这支镜头是1964年 去到1974年生产的 延续生产了10年 分别有银色和黑色 两个版本 重量就是355g 根据一般的认知 其实90mm应该是这样的高度 为什么这支镜头就小了这么多呢 其实这支用了一个叫做 Ritual Focus的光额设计 看到后组玻璃 其实是很近镜底的 这个就是一个Ritual Focus的设计 你看看这些就是没有那么近的 所以相对来说 它是会更高了一点的 这支镜头 其实我们日常拿出去的时候 就会方便 这么小一支镜头 还有就是镜头轻 只有355g 大家看一下 当安装了一部相机之后 其实它的尺寸 你会更加明显看到 它是很小小的 如果是用一个传统的设计 这个就会大枝很多 大家看到分别是差了几远下的 所以这支镜头 在当时来说 就有一个花名 叫做长焦小矮人 亦都是因为它这么小的原因 是可以放到Ever Ready Case 里面 好了 接着再讲下来 这支就叫做瘦狗 大家都是92.8的镜头 刚刚大家可能会好奇 为什么这支叫肥狗 其实不是很肥 因为这支瘦 所以在比较之下 这支就叫做瘦狗 银色这支就叫做肥狗 那说一下瘦狗 那瘦狗 其实是1973年 去到1989年生产的 连续出了16年 那叫得瘦狗 那当然会轻一点 这支瘦狗 就比之前肥狗 轻了130克 那重量现在是225克 说了这么久 大家都可能不知道 它们的高盛大名真正的名字 那就是叫做Telly Almeric 90mm 2.8 两支都是 其实这支肥狗 就是第一代 另外这支瘦狗 就是第二代 肥狗分别有黑色和银色 大家的重量都是差不多 而瘦狗 就只是有黑色 没有银色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更加关心 那就是说到底这两支镜 它们的特色是什么 拍出来的效果是什么 那我首先讲讲肥狗先 肥狗全开的时候 就会比较soft 因为那个年代 跟G35 1.4 PA 是差不多年代开发的 那味道有点像那种感觉 有点性肝的感觉 全开的时候 会比较soft一点 油润一点 那当你收光圈的时候 那个感觉又立即改变了 立即sharp了 扎实了很多 而这支瘦狗 就是会全程 味道是差不多 那当你收光圈的时候 影像质素 也是得到脚干的提升 那至于它们的效果是怎么样 我跟大家去看看 它拍出来的相片 好了 那现在就很快 跟大家去看看这些相片 那首先 就看看肥狗的相片 那刚刚之前说过 就是肥狗 它全开的时候 比较soft一点 和油润一点 好像这张 看回来 它也是 那个背景 就挺soft的 这个虽然就是 那时候是240 拍的而已 但是出来的效果 其实都挺漂亮的 效果不错的 那你再看第二张 那这个也是 同一个环境来的 那么 那个虚化都挺厉害的 虽然这个是 早两代的 二世龄 但是你看到 那些毛巾 那些鲜艳的情况 都挺吸引的 还有那些细致位置 都给到你 OK 这个看回来 就是这些玻璃的质感 这个看到它那个 过渡 那些反光 那些质感 也是很厉害的 OK 那虽然这张相片 就是全开的 但是看到呢 这个细致度 都很足够 那我们去放100%的话 都挺夸张的 那这部是M11影的 那出来的效果 真的都很不错 放到100%呢 原来对面 是有只吊船 在这里清洁着大厦外墙 是啊 很夸张 我看回 全 这个全图 就是这样 那这个也是同样 是尖沙咀海旁 那看到那些 芒草 那些气氛 做出来是很好的 还有背景的虚化呢 都有些水墨画的那种感觉 你看看这个 后面 这里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都是海旁 是一个游艇 虽然那一圈是全开的 那些边位 其他招外位置 其实是比较柔异一点的 但是船的主体呢 都挺实际的 其实都 那个质感 金属感都给你了 还有玻璃的反射 都不错 那种面场感是很漂亮的 OK 再下一张 一个人物 是的 其实都挺细緻的 这个都是M11影的 M11来的 是的 M11影的 这些头发的细緻位置 都挺漂亮的 我们放大一点点看看 是的 顶帽啊 口罩啊 那种质感啊 那种质感啊 穿得不错的 是的 OK 是的 那这个人像 因为这支是早期的镜头 那些灰街比较丰富一点的 那些过度 你看看 那个面旁啊 嗯 那些头发 细緻度 它量都给到你了 细緻度和个度 都给得不错的效果 那 我经常都说了 就是它收了光圈之后呢 细緻度真的很高的 这个大约是八光圈左右 那 你看回 放大一点点给大家看看 是的 是的 只不过相机的解像度不够 啊 2400都不够 那如果是可以去尽一点的话呢 其实可以给到多些东西来看的 但是这样 全画面呢 都看到是扎实了很多 就是这样的 好 有个人像 你看到是比较柔滚一点的 好像我这样 比较多面部的瑕疵的话呢 这支镜头拍下来呢 就对了 就稍微一点点 不用那么 contact 那么大 这个呢 就是M9拍的 那时候 都对到眼都濕的 M9 同一个地方 都出来都挺有贵气的 这支镜头拍下来的 那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刚刚看到 就是肥狗的 拍出来的效果照 那基本上 那些照片呢 就是没有撿过颜色的 纯粹都是搞搞过光暗的 而已 OK 那我们现在看看 瘦狗 就是第二代的 Teddy & Merit 92.8 好 OK 我感觉立刻 完成了 这个呢 是全开光圈来的 那 但是它很实正 我真的看到 是实正 很明显地比肥狗实正很多 你看 那些玻璃窗啊 那些细緻 那些细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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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也是 同一个地点 但是不同 影的地方 是 是 我们现在放大一点 看看 这个呢 就现在是100% 你看 那些细节位 是很多的 很多细締 那 那我们再细细一点 是很漂亮的 那些色 都很明显 那主要是 细締 而且那些色 都鲜艷了 那 鲜艷了 那么 拍了一点点的景 那个细締 都能给到 雖然是 70年代的镜头 细締 都给到 原来很多人啊 这个是 西旧那边 方大才看到很多人在這裏 譬如說拍攝大廈、拍攝天 就算反差比較高一點 也不會說崗位爆得很厲害 暗位沒有細節 都能給予你 這個就是戲曲中心 戲曲中心有些特別一點 建築物的外牆鱗片是有曲線的 給予你很強烈的質感 很細緻,一貫拉卡的作風 曲線的過度很漂亮 拍攝近一點,樹根 立體感也很強 整個樹根都飆出來 很漂亮 這張是最嚇人的 你看那個立體感 真是不得了 一枝枝的針葉 是看到那種細節的 這個我特意收了一點點鋼犬 因為要不然這個虛化太厲害 反而沒有那麼強的質感 還有顏色也很吸引 這個綠是看得很舒服的 不會太膠的那種綠 出到這個效果也很美 有一個崗位 可以看看 Central Plaza 還有裡面尖沙咀區的大廈 崗位、暗位、細節位 一個全都給予你 這個氣氛的營造得不錯 這個是九龍公園 有些層面 有些殼在這裡 有些殼 也都看到 它那個位置其實很暗 我都用到ISO3200 但是它的腳 有些少許紅色 它能夠出到那種顏色給你的 光位也不會太爆 細節度很高 還有水面的反光 這種低光 但是又能夠出到那種顏色 還有那種質感 這支鏡也算做得不錯 Leica一向的作風 都是這樣的 低光位也能夠出到那個細節度 還有那個顏色 這支鏡其實跟七妹 都是差不多年代 所以有一點七妹那種顏色 還有那個質感 可以出到你的 現在七妹已經跪到飛天 很多人會葉頂 而這一支其實都相對來說 是一個長焦距的七妹 你看看這些 它這個植物 是少許很沉的紅色 其實這個 是很難出到這個顏色的 但是它能出到 還有那個葉 那些細緻 也能給你 我們放大一點看 因為那天 旁晚的時候 都日落 所以都比較暗 它的噪音會比較厲害 但是一樣 當它縮起來的時候 其實就看不到那些噪音 這個是放大100% 才會看到有些細小的噪音 如果它縮起來 其實是看不到的 你看到那個過度 其實是順滑的 我對焦是對這堆石頭 看到前景 後景 慢慢的過度 光暗 草 很幼細的 演繹出來 很仔細 這些 OK 拍到大廈 還有天 那些雲 那些雲 那些細緻 那些細緻 我們嘗試放大100% 很細緻 它不會說很含補 對於70年代的光學設計來說 其實已經是很厲害了 我們看看 現在是全大廈的 這個就是 不是Leica 機影的 就是Nikon的Z7 出來的效果 都很不錯 始終鏡頭 主要是拿到一些光圓 影像的主要原因 之後那樣東西 相機就是記錄了下來 這張相片 這張相片 略為做了少少的 後期 那些 相片 加高了少少 加多少少的 劇場感 在這裏 那這個也是同一個 環境拍的 其實那些 顏色和細緻度 都很高 那這個也是 好 OK 那現在就大致上 就跟大家看了一下 那些 相片 那如果 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 我 以及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